哈喽 大家好 我是马斯尔周 欢迎视频今天来介绍看 其实第十九期 咱们今天是一期开箱视频 咱们今天聊的是由 MegaHouse公司出品的3.75寸 1比18比例的夏亚 好 那么它的英文名字的话 是Share Asnable 那么它的中文翻译的话 叫做夏亚阿兹纳布尔 那么这个角色的话 就是在集文军的王牌驾驶 号称是红色彗星 那么它驾驶扎古的话 就是这个扎古二星 要称作这个红有三 就是这个红色油脚三倍速 那么其实这个三倍速的话 这一点跟那个漫画 跟动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么一开始的设定的话 是它这个机器的这个功能 比之前的这个其他的扎古的话 是提升了30% 但由于这个夏亚的话 它的这个驾驶机就非常的高超 那么它习惯使用这个借力用力 而且的话它身体素质非常的过硬 所以说的话 使它这个扎古可以达到这个三倍速 好 那么首先说这个夏亚 它的名字的话 并不是叫做夏亚 它的真名的话叫做这个卡斯巴尔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2015年 出这个OVA形式这个缘起 就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它的父亲的话 是这个吉翁代坤 妹妹的话是阿尔代西 那么它有一位朋友 叫做这个夏亚 那么当时的话 他就是与这个夏亚 这个互换身份 那么就是去这个吉翁公国的 这个军校进行训练 那么它的身世的话 其实是有点像这个哈姆雷特 那么这个角色 这个红色彗星的话 绝对是取自于 这个一战里面的一名这个角色 就是这个红男爵 那么它那个战机的话 咱们之前的话也测评过 那么它是一战的这个王牌这个架势 好 那么这个的话 这是一个3.75寸 那么它的大小是1-18 正好是这个特征部队的大小 那大家知道我非常喜欢特征部队 那么它的话 其实是可以把它放在特征部队里 一些这个载具点门来的 我们先先说 我们直接看来玩具 好的 那么首先峰会的话 是这样的一个复古的一个造型 这个地方的话 是这个玩具本身 那么这个地方写这个Z 就是这个Z 就是这个吉翁公国 那么这个写的是Gondam Military 然后这个地方写的是Generation 就是这个高达军事系列玩具 是Share as Nebole 好 Mega House Share的公司 这个地方出品时间是2021年 那么官图的话 其实要比这个实物要帅很多 那么从我这个透窗 可以看到出来 它的这个肘关节的话 是这种金属某钉 而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构造 明显的话是有点骗人 好 我们来把它再翻过来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有一些网站的介绍 那么后方的话 是我们可得得到一些物品 包括下这个人偶 包括两个梯子 可以把它二拼一起来 一块岩石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多项 这个定时炸弹 这是一个小包 然后两把这样的一个Rifle 这样的一个冲锋枪 一把小枪 非常像这个鲁格手枪 一个这个济世博 还有一个一杯这个小饮料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些其他的人物 像这个04号 这个05号 我们之后的话也会介绍 那么这个地方 应该就是这个名场面 应该就是这个 他们请月球机翼的时候 这么一个场景 这个布置炸弹 好 然后的话 还有这个喝这个杯子 看这个济世博 这个地方是一个定时炸弹 写的非常清楚 好 那么这个的话 是一个单峰 这是一个全新品 那么我们的话 进行一个开口 那么就像是这样 好了 那么把它划开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啊 好 然后的话 我们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可以 这样子可以打开了 然后里边的话 是有两个盒子 那么这是第一个盒子 然后的话 还有第二个盒子在里面 把它拿出来 然后里面的话 这是第二个盒子 这个里面的话 是没有任何说明书 空空如也 这个是盒子 把它放在边上了 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 是人物本身 那么还有替换头 还有替换手 然后这边的话 是武器部分 我们先来这个意思来看吧 我们先来看这个后边这边 后边应该是这个梯子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也是一个全新品 我们这样的滑开 我们看看里面这个 梯子 好 那么这个梯子的话 是这个塑料成型色 还没有一些格外涂装 那么应该的话 是上方可以进行一个拼插 那么就像是这样 是可以把它这个拼插起来 那么下方的话 也是可以有这么一个 应该是可以把它 这个这样的放到这里 也是挺稳的 当然的话 上方的话 也可以勾住这个驾驶舱 让它爬进去 我们之前的话 是有测评过一个 这个1比35 这个50厘米高的这个 这个扎古二行 那么其实的话 我觉得这个玩具的话 与它配的话 其实还将将可以 它的比例算是1比18 那个的话是1比35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的 有那个感觉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小配件 是这个梯子 可以21000多 我把它拼成一个大的梯子 好 那么另外的话 这边是 我们还需要继续把这个打开 好 那么打开之后的话 里面就是一些其他的小配件 那么首先的话 这里面有一把这个小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枪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 给我感觉 有一点像这个二战时期 德国这个鲁哥手枪 这是一把小手枪 我们把它放在边上 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这是一个岩石 那么模仿岩石 它可以站在上面 那么下边的话 那是一个偷胶现象 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小配件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好的 然后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 是有两把枪 我们一次来看 那么这把枪的话 给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么上边的话 有这个瞄准镜 好的 那么这是第一把这个这个大武器 好 那么再往下 那么这边的话 还有一把这个冲锋枪在这里 下边是弹夹 弹夹的话 它不能够 不能够把它拔出来 那么就是一个磨住好的一把这个冲锋枪 好在这里 这是武器部分 然后这个的话 是这个手杖型的这个攻速枪在这里 可以把它别于腰间 那么这个的话还是怀孕的 还是不错的 可以把它别放于腰间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揪 好的 那么这是这把武器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还有一些小配件 那么这个的话 有一个小箱子 我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这个应该是个小托盆 上面的话 应该是可以托放这个这个定时炸弹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一些这个小配件 我们再把它再给它划开 好的 那么这个小杯子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挺精巧的这个小杯子 这个就有一个小卧瓣 那么里面是这个红红的液体 可能是个红酒 或者是红红茶 可能这个过后应该是红酒吧 可以在这个战前来这么一杯 好 这是一个小配件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小的这个机式箔 那么可以拿在于手中 那么观看之后的一个作战计划 可以拿于手中一个小本 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定时炸弹 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么一共是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 是有这么六枚 那么他们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这个放在这个小托盘里面的 就像是这样 那么这是六枚定时炸弹 可以放在这个托盘里面 好 那么这边的话是这个配件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人物打开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据说这款的玩具的话呢 它的涂装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好 有的时候这个可能是这个面部涂装 有的时候是中奖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怎么样 好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物 那么他的话呢 是有这个一二三四五 这个五个替换手 还有这个头衣 我们先来看这个小头衣 这个头衣其实是我最关心的 因为我看有些这个迷友的话呢 拆箱之后这个头部的话呢 会有重奖啊 那么因为这个 透过这个 呃包装着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 感觉还可以啊 那么有的人这个脸的话 给他这个涂爆了 感觉还是可以的 好 那另外说一下这个夏雅的话 他之所以戴这个眼罩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卡斯巴尔 就是夏雅的真身啊 他的话呢 他的瞳孔颜色是这个蓝色的 而这个夏雅 就是他那个朋友的话呢 是这个褐色瞳孔 他为了这个怕被别人看穿 就是说总是戴什么一个护目镜啊 而这个护目镜的话 其实是他在这个军校学习 就是他这个同学送给他的 那么送他之后的话呢 他就立刻把人家给算起了 那么这个是这个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那么这个是一个戴一个头套的 这么一个头型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是这个人物本身啊 好 给我感觉的话呢 这个拿在手中感觉还可以啊 没有这个很多人说的那么的差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角色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左手右手没有中奖啊 有的时候这个中奖是左右长的一样啊 没有中奖 那么足部的话也没有中奖 感觉还是比较幸运 好 那么他的大小的话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街州的大小 那么他差不多的话呢 是这个1比18的比 但是说有一些这个纤细啊 不像这个街州这样的转 那么街州的可动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要比他的话要好很多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相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这个头盔 头盔的话是可以单独把它拿下来 待会我们来看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包括这个地方的领章 其实也有微微的做出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前行部分 那么这个的话是披风的一部分 那么也是这个军衔的代表 那么根据这个标志的话呢 应该还有这个领章啊 应该他的这个身份的话 是这个少佐 就这个Lieutenant Commander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这个 护肩部分 还是不错的 小屁风 哎 做的也挺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头部的可动 可以进行一个前后的可动 比较的灵活 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个地方 手部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进一个平局 可以进行一个 如果是绕环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地方会点击个阻挡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有一个可以向前可以向后啊 这个地方是有两个小关键 也还是不错的 这个地方还可以进行一个转动啊 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可以转动 这边是一个双动关节 还可以进行一个很大 应该是可以进行一个很大角度的一个可动啊 哎 给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么比我之前的预想的话呢 要好很多 好 腰幅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前后的运动 没有问题 那么在他的这个腿部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弯折 就像是这样很大的角度 哎 非常的不错啊 那么腿部的话呢 也不是感觉也不怎么软脚 然后我们看一下师傅的这个驼背的现象 呃 其实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作为将帅的话呢 有一点这个虎背熊腰啊 那么更显得他的剑术 我们知道这个 呃 卡斯巴尔就是下手的话 他是在这个军校里面 他的名色的话呢 是第一名的名色 比这个小少爷 这个卡尔玛的话呢 是这个在也是排在他之后啊 就是他的话 觉得是这个身体素质 觉得是没有问题 应该是一个非常锦束的一个人物啊 好的 是可以把它插放在这里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是这样 呃 给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么呃 这个手感的话呢 给我感觉他的话呢 有点像这个新出的这个特等部队的一些 这个手感 像这个2000年之后说 Gi周啊 呃 其实是比较有这个可玩性和把玩性的 我们来进行一个稍微大小的一个对比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HG的这么一个高达 其实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大小 好的 那么他的比例的话呢 是1比18 好 我们先把它放在边上 好 那么当然的话呢 还有一些这个替换手 我们来一次看一看 我们都给他放出来 好 呃 还有一枚替换手啊 在这里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张开的一个手掌啊 那么是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有一个小的可动 好的 好 然后这个的话呢 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握枪的一个手掌 好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这个右手部分 那么是一个向前进行一个召唤 然后这个的话呢 也是一个持握枪支的一个手型 其实手型还是比较丰沛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价格的话呢 也也对得起这个价格 那么在美国这边售价的话呢 是这个35美金 那么在国内据说这个预定价的话呢 也是这个人民币256这样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这块 还是这个我觉得素质还是不错的 好的 好 那么这边今天测评 那这个玩具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Share Asnobo 那么是这个红色彗星啊 那么它的话也是个扎古华尔星 这么一个架势 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这么一个角色 好 那我觉得如果比起这个宇宙中马 这个阿姆罗来讲的话 我是更喜欢这个 虾亚这个角色的 好 那么大家喜欢喜欢的 我们今天玩具的交流 目标的话是个170转的玩具的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